那我们首先先来看这个 这一场谢国良的重大记者会 重大到让在场的记者听完之后 都怀疑说我是谁 我在哪里 我们先一起来看 这几天我的家人太太 忧虑到睡不着觉 因为针对我被说有吸毒 我要强调我绝对没有吸毒 我要求你请你亲自的跟我道歉 林佑昌 我给你24小时的时间 我必须要为我的个人 为我的家庭 更为了整个基隆市政府 站出来澄清 基隆市长绝对不是一个 拉K吸毒犯 请民进党侧议 不要再指控 基隆市长谢国良 是一个吸毒犯 假如他不回答 我会考虑去医院做自清 然后采取法律行动 控诉林佑昌 好谢谢 那长我想因为原本是说 好像今天会公布地震处 已经通过之内的二到四楼的产权问题 是属于市政府的 那有这件事情吗 这就是我今天 唯一要跟大家报告的事情 就是这件事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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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发生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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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跟冬了无关 怎么会这样子 发生什么事 我完全可以理解记者 在采访的时候会觉得 我是谁 我在哪里 刚有进行一段采访吗 因为昨天他的采通 是这样子发的 我们来看 这边写 基隆市政府联系 261个人在里面 这是一个联络的群组 重要采访通知 明天九点半 谢国良市长将针对 东岸商场事件相关争议 有重大宣布 敬请各位媒体先进 波容采访 重大宣布 我昨天晚上知道 这个事情之后 我想说 是不是要让步了 还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什么 重大宣布 宣布完之后说 如果林又昌 不道歉的话 我会去咽尿 然后因为 我家里人很担心 我的家人 我的太太 所以他们失眠 这是什么样的记者会 一川哥 你今天好像有期待了一下 我跟你讲 我今天早上 陈律师的直播我也看 然后谢国良的直播我也看 谢国良结束了 怎么那么快 怎么那么快 我昨天听到 要开这个记者会 昨天晚上发了 然后我当然也睡不着觉 为什么 因为他一直在讲 那个卤肉饭的事情 我就一直问 只好说 你们家人吃肉肉饭 到底什么意思 我也会紧张 好 那结果今天早上 因为九点半 我们刚好在开这个党团会议 那因为这个刚好有人在讲话 我就打开那个 看那个直播 一打开 然后就看完三分钟就结束了 然后我就把那个镜头再往回转 我回转说 你漏掉了什么 漏掉了什么 结果从头到尾就只有那个而已 怎么怎么滴去 又滴回转 就是那三分钟而已 那他今天一直在讲说 我没有吸毒 我没有吸毒 他有没有吸毒这件事情 没有在这几天的政论节目上 讨论过 没有啊 对 你像律师来 议员来 大家说的也是 什么产权 什么固定权力金 什么二道四楼 内头 微风 关键字都这里而已 没有什么吸毒的事情 那今天 我真的不懂 他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件事 因为那天林佑昌的说法是这样 就是说 谢国粮拨没开一个直播 晚上10点多开 说到这样奇奇怪怪就对了 他可能有民众就认为 这个市長怎么这样 先师敌礼 是不是 有喝 有酒 有什么 吸毒拉K什么 就这样说而已 林佑昌指控他一定有 对吧 好 他今天再说 他的逻辑是这样说 林佑昌你确定我有吸毒吗 如果我有吸毒请拿出证据 如果我没有吸毒 你要跟我道歉 这跟林佑昌没关 林佑昌就没 他就是在做检验 林佑昌要去盧秀院的实验室 帮你盐 他就最后盐这个 有没有毒 会验出西部特罗 不是 林佑昌没关这个东西 他只是在欢迎一家说 他做一个基隆市民 大家听就说 这市长说话怎样 就像我就说 林佑昌有喝 我也这样说而已 有喝 喝什么我也不知道 有喝 这事情是大家这样说一个而已 你怎么在乎代表什么 代表他的心里面 他整头到最后都他自己而已 就是说我不能够被讲到说 我跟财团有关 所以说到威风两意 他丢起来 说到虚毒两意 他丢起来 有一些关键字会影响到 他个人的心情 他会出来开记者会 而且他出来只讲那一件事 今天记者不是跟他 说完记者问他 关于什么二楼到四楼 什么地震局 产权登记 什么什么 他就点点 他就说他没说 我今天要讲的只有这些就走了 不是 那是一个 你表达你对这件事情 态度一个很好的机会 而且记者都起来 我请教 他要澄清他 有没有吸毒这件事情 他是不是脸书上讲说 我敢保证我绝对没有 就结束了 谁敢说我有吸毒 我就告他 这样就好了 他如果说这首位 我没有人就继续跟 不管是要影射还是要什么 他说我没有吸毒 谁在讲我吸毒 我就告他 他今天 他今天又说我要去怨尿 要怨尿就是怨 没有人关心你怨出来是什么 真的 基隆市民不关心那个市场 过去还是怎么做什么事情 不关心 你只要把那一档的事情改划 基隆市民有法度去那儿洗几 去那儿停车 可是我怨疑他会不会本来 其实不是要开这样的记者会 那可是可能有什么转折 因为我们来还原一下时序 因为他那天那个直播 就是用冬检 什么砍人 然后骂无耻 然后又说他是一个什么快乐的 成年人家里经济稳定 隔天林又昌讲完之后 他说民众感觉你怪怪的 接着隔天他不是还开记者会吗 他说我在拉K各位 你觉得我像吗 我会说笑一笑 谢谢 他当时没有 他当时没有在意这件事情 你说如果原来要讲什么题目 后来改了 那你不用出来开记者会 你可以找发言人出来 说今天那个市长的这个记者会 由发言人来发言 我们要讲的是 这样就好了 你自己出来讲干嘛 而且自己出来讲的 那个三分钟的最后面那半段 给你看影片 最后面那半段 大家还会发言你今天又怎么样 有喝 你今天到底又怎么 而且他这个影片刚开始 这个记者会刚开始的时候 他就说 让我喘一下 你在喘什么 那不是在市政府里面吗 二楼而已 如果他的地点没有改的话 市府二楼市长室外 对啊 你就走出来而已 为什么在喘 你刚才一台里在冲什么在喘 我觉得很奇怪 就整个看起来都很奇怪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建议谢国良 一定要把这个 这一栋 这个所有的产权 跟新厂商的合约什么 我是建议 他刚才问律师 我们现在都没人看过合约 对 新的合约 旧的合约 旧的5年的合约 5加3以后的合约 再问问什么 缓缓清单 你的VOT 要移转 要移转拐行 有没有包括二到四 这些细节 全部都公开 对啊 摊开来就可以知道说 你如果是有得力的 你就拿出来的 因为我们这两天 说变动权力金的时候 谢国良有他的胜益 他说什么 如果是12亿 结果有人说不是 你当时投标是讲6.4亿 有的人说他投资1.5亿 新的投资1.5亿 谢国良不过不对 他投资3.08亿 为什么要让我们各说各话呢 这个就是合约拿出来给大家看 给大家看 做VOT 做OT 做ROT的来行专家很多 这些都知道 里面在币什么 谢国良我还是呼吁你 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因为你不拿出来 这个案子监察院一定会调查的 因为在基隆 不是只有这个案子 还有那个博爱停车场的案子 还有之前一个灰灰掩埋场的案子 每一个案子都在你这一年多以来 去做了变更 监察院一定会问的 问你为什么要变 为什么要调整 这些合约最后你还是要交出来 监察院的监察报告 还是会揭露 所以这件事情我呼吁谢国良 把这东西摊开来 然后让这个大家看清楚 你没有摊张玩法 或者是说你没有特别 土利什么的 其实对你是比较好 但是我最后讲 今天基隆市政府算是发布重大讯息 就是谢国良市长本人 自诉 我没有吸毒 所以请基隆人奔香走告 只要遇到基隆人就说 我们市长没有吸毒 不要乱讲 张志豪 我们市长没有吸毒 所以张志豪你等于你的宣明 我跟你说 我们市长今天有开机才 说他没有吸毒 他没有吸毒 要说到更多人的人都知道 谢国良没有吸毒 我们这媒体我们要平衡报导 所以今天记者会以后 我也在外面说 谢国良没有吸毒 他自己说的 请大家争相走告 告知全基隆市的市民